哈囉 大家好 我是信 大家也都知道 我是一個非常喜歡看動畫的 重度仔仔好朋友 最近有一個平台 他收錄了我們重度動畫迷 很喜歡的幾個大IP喔 無論Cold Gears反叛的盧鹿修系列 或者我的頻道的大家 最喜歡的鋼彈系列 他們全都收錄了高清版 而這個平台 也就是一看美劇 跟電影出名的 無聊終結者 Netflix網飛 這幾年Netflix網飛非常認真的 投注在動畫事業 相信各位朋友都知道 8月1號到8月5號 在台北有一場漫畫博覽會 而8月1號到8月4號之間 Netflix居然狠狠的參加了這次的漫博 他們是有備而來 沒錯 Netflix在這一次的漫博 有自己的攤位 而且也會有舉辦很多很棒 有誠意的活動 首先除了一些 也可以讓大家現場參與的表演活動之外 還有請到四位知名聲優來到現場 以前的活動 能請到一位聲優就已經很了不起了 Netflix在這四天居然就請了四個 而且名單都超級大咖 有在鋼彈Edge 飾演阿瑟姆的江口拓爺 當然他還有許多知名角色 比如說影子藍球員裡面的小金井 然後還有在Netflix原創動畫任牙死刑犯片中 飾演烈海王的小山立爺 然後還有一個個人超級喜歡的 老師為什麼在這邊的超正聲優上班記 最後一位是飾演影子藍球員中我最喜歡最喜歡的角色 黃賴的木村良品 聽到這四個人這樣子來 這個名單光下來 我就整個暴走了 我想大部分的人對Netflix網飛的印象 應該都停留在有大量優質的美劇跟電影吧 不過事實上 我相信有在關心動畫的朋友應該都有發現 Netflix網飛 在服務裡面提供了大量的高清IP 比如說我剛剛提到的魯魯修 這真的幫了我超大的忙 當初做魯魯修的人物談的時候 我就是在這上面補最高清的片 除此之外 也有鐵寫的孤兒第一季可以看 沒錯 數值最高的第一季 甚至還有一些經典的 早就不知道哪裡看片源的早期經典IP 比如說第一部火影 鋼之煉金術師 還有寶可夢系列 都可以在Netflix上面看得到 而且我的頻道的觀眾超愛的EVA 也可以在上面看到初代的高清版 想要補飯絕對不要錯過 Netflix這幾年不僅進了大量的IP 他們也做了非常多的動畫投資 比如說Fate Extra Lesson Core 近年也開始製作一些獨立動畫 像是Ultraman超人力霸王動畫版 我個人超愛的任牙死刑犯片 阿不類的姚哥最愛的全院阿修羅 甚至還有老爹講動畫最知名的IP 聖鬥師心事 都可以在Netflix上面看得到 甚至還有近幾年很紅的R10 然後一些後劫女孩而已 之類的這些新翻呢 其實也都可以在上面看得到 各種在動畫界的大動作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Netflix開始在動畫這一塊動真格了 而我也認為他們最近在這一塊是非常努力的 因此這也成了我最近最愛用的觀影平台 當然啦 今天的這支影片的重點 不是一個單純的推坑 沒想到 沒想到 我自己也被邀請去了 沒有錯 信我呢 也被邀請到Netflix的攤位的現場 參與這次的盛退 在8月1號到8月4號之間 我一定會在現場用Vlog的方式 幫大家捕捉到第一手的熱血氣氛 然後1到4號我都會親自參與Netflix 攤位上的活動 歡迎各位觀眾朋友到Netflix網飛的攤位上 跟我還有瘋狂老爹 你說老爹也會去喔 跟我們兩個一起熱血體驗現場的熱度吧 當然這支影片也是有一個觀眾參加型的互動 想跟大家交流交流 那就是 各位觀眾最想要捕捉現場的哪些畫面的呢? 想要看看活動現場嗎? 還是一些表演的現場? 還想要知道他們最近會出什麼動畫嗎? 只要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 我就有機會在這次的漫薄Vlog之中呈現給大家看 沒錯啦!我們的Netflix就是這麼的懂 大家想要看什麼?想要什麼東西? 他們真的非常有誠意 無論是活動準備得非常好 甚至想來台灣跟大家各位觀眾 影迷朋友見面 都是卯足了誠意喔! 所以在這邊歡迎大家一起去訂閱Netflix 無論你是想要享受高畫質舊翻的朋友 甚至想要補最近的新翻 喜歡新翻的朋友 都歡迎去訂閱他們 以享受到最高畫質跟最高品質的作品內容 好啦!那麼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那天大家都可以到場共襄盛舉 讓Netflix網飛看看我們台灣動畫觀眾的熱情 喜歡這支影片麻煩一個喜歡 也麻煩訂閱我的頻道 不要忘記打開小鈴鐺喔! 因為訂閱了不見得會跳通知 那麼我們就活動現場見吧!掰比! 按讚!